我二樓 當初都是搬家公人幫我搬上來 所以如果今天要丟掉它的話 是我要把它搬下去喔 哈囉 我是安朵家的Melody 因為創業的氣勢應該都是回歸到喜歡咖啡 然後喜歡人這樣子 那行動咖啡車算是最沒有成本的一個 創業的方式 那我們的行動咖啡車其實也是環保電池 對 那用這樣的方式去開始這樣子 讀書店它其實不是獨立書店 它其實是獨自一個人來 然後有書陪伴 也可以很自在的一個商店 一開始其實我有點矛盾 因為我的營業時間只有三個小時 所以三個小時之內 因為我要創造比較多的營業價值 我一定要把咖啡裝到瓶子裡面 這是一開始的矛盾點 可是因為沒有辦法 所以其實我現在做的很多事情 我都會覺得是有點贖罪的概念 因為我一路上不小心真的是 沒有辦法創造出太多的環保瓶了這樣子 對 這是一個開端 不確定是不是經濟不景氣 或者是說疫情影響 其實有很多客人他們都想要來這邊 承租部分空間 對 那可是這樣就會有點卡在我自己的原則 那剛好有一次看到芒果單的頁面 就點進去那個展示櫃的那個呈現方式 就會覺得 剛好可以跟我想要做的這個活動 去做一個連結 我們這邊的家具都是二手的 那所以其實在移動上面 或者是堆疊排列上面 都有一定程度的限制 包含說可能配置啦 那可是展示櫃就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 比方說好了 我現在有些家具已經用了快三年 那已經可能快要不行了這樣子 我們會衍生另外一筆費用 因為我們要打掉給環保局 然後請他們來收 我記得好像是五千到一萬嗎 有一個費用啊 而且你看我二樓喔 當初都是搬下工人幫我搬上來 所以如果今天要丟掉它的話 是我要把它搬下去喔 對就會有這個問題產生這樣子 半年之後 我們的可能程度上面的壓力會更小 那當然相對於購買啦 購買是一次性 比方幾千塊多少錢就要丟出去 對那個壓力來講 我覺得 芒果丹幫我們 也算是吸收了一些這樣子 對 甚至說這個展期如果結束之後 我也不用太去煩惱說它要去哪裡這樣子 對 那可能一開始它來它是買家 可能下個月它就變成是買家 因為每個人家裡都會有一些好的東西 可是你用不到 可是好像又可以把它轉成一個現金流的概念這樣子 那其中有一個就是我捐給東市的毛毛山丘 他們是一個算是流浪狗之家 他們每個月需要的伙食跟一些額外的雜費是非常多的這樣子 那也是透過客人的介紹啦 目前沒有 對 因為我們店裡的書包含 因為店裡的書有三款 一個是我自由 然後客人捲的 然後一部分是讀書館的 所以從一開始其實我很害怕讀書館的書會遺失 可是我們開業快三年沒有遺失過 我們是用團體對團體 所以我們 我可以借 我借的是 100本 還是200本 然後借兩個月 因為我希望裡面的書是活的啦 對 然後量也可以多 比方說這次我借的新書 我喜歡 我下個月我就可以買了 對對對 也是一個減少一個 可能我買了之後發現不喜歡它那種窘境這樣子 它其實是從網路上一個平台叫做U-Bag 一個計畫去做延伸 因為那個U-Bag它 算是 呃 沒有辦法深入那麼多點 因為它是透過消費者自發性 寄送或輕送到店家 那可能如果比較遠 像我們公園可能就沒有 那他們就不會有那個動力 把這個東西還要自費運費寄過去 因為我有寄過啦 然後 所以就想說 那不然這邊當作一個平台或轉運站 就可以慢慢募集 那 呃 量是越來越多 然後種類也越來越豐富 也是透過這樣的方式 就會讓我更有動力去尋找我們在地想要去 呃 合作的店家這樣 嗯 一直以來我們走的路都不是很很 一般人會走的大路 也不是很平坦 在收支上面其實 呃 用不一樣的方式去做個平衡 可是我們想要告訴可能豐原在地的人 或者是台灣的朋友都會覺得說 其實有時候 在你想要傳達一個理念的時候 不是透過法律或者是規定 而是你盡可能的是身體力性 比方說可能我出去的時候 我就自備怎麼樣的東西 你久了之後大家看了 看久之後也會被你這個習慣給習慣了 對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或者是說我們想要重視的可能民主自由啊 之類的 慢慢的我們都會在我們店裡面的文章裡面去帶到這樣子 嗯